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能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 祂的能力显微至高 祂的威严全遍全地 祂奇妙的作为 彰显在整个浩瀚的宇宙 令人赞叹不已 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祂每一样的创造 都向人类显出上帝的美善和能力 上帝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 然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 将生命的气息吹在祂鼻里 祂就成为了有灵性的活人 这个人叫做亚当 上帝拿出亚当的一条立骨 用祂做了另一个人 作为亚当的妻子和同伴 这个就是第一个女人 叫做霞娃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将自己一些属性给人 好让人能够享受和他亲密的关系 他们就是一个美丽的原子 伊甸园和上帝幸福地在一起 那时候世界上没有痛苦和死亡 上帝对人说 在伊甸园里面 其他树上的果实 你都可以吃 除了一棵树上的果实 你不可以吃 你如果吃就一定会死 但是有一天 魔鬼引诱夏娃去吃不应该吃的果实 夏娃不单止自己吃了 还被她丈夫吃了 他们这样做就是犯了罪 因为上帝是圣洁的 所以人和上帝亲密的关系就破裂了 上帝将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 他们因为不信服 就有这样的下场 而且死亡都临到他们 亚当和夏娃的后代 亦因此经历痛苦和死亡 但是上帝很怜悯人类 继续深深地爱他们 上帝为人预备了一条路 让人能够重新回去他那里 和他恢复亲密美好的关系 和他一起生活 上帝在圣经里面 已经将救赎人类的计划告诉人 就是上帝不会按照人该受的刑罚 来处败人 而是让自己的独生子替人受刑罚 圣经里面记载 上帝在古时候 向住在中东的一个人 显明他救赎人类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人叫阿伯拉罕 他相信上帝尊敬上帝 上帝答应要祝福他 赐给他一个儿子 让他的后代将来要像海边的沙 天上的星一样数不清 上帝要通过他的后代 来拯救各个国家 各个民族的人 阿伯拉罕相信上帝 因此上帝就算他是一个义人 也将他当作自己的朋友 有一天 上帝要试验阿伯拉罕 看看他是否真的信上帝 服从上帝的命令 上帝叫阿伯拉罕 将他心爱的独生儿子 当作祭物献给上帝 阿伯拉罕知道上帝 会透过这个儿子 赐给他很多后代 因为他相信上帝这个应许 就决定信服上帝 于是他打算杀了自己的儿子 当作祭物献给上帝 阿伯拉罕举起把刀 但是上帝说 阿伯拉罕 不要伤害你的儿子 现在我知道你的确 敬畏我 愿意信服我 上帝在附近 预备了一只公山羊 这只羊的角被小树虫 卡住了 阿伯拉罕就过去捉住羊 将它代替自己的儿子 献给上帝 上帝预备这只羊 代替阿伯拉罕的儿子 死在祭坛上 这就向阿伯拉罕 显明了上帝对人的爱 上帝爱人 就像父亲爱自己的孩子一样 上帝通过这件事 向人显明他拯救人类的计划 就是上帝要自己 预备一只待罪羔羊 替我们的罪死 上帝也向古代很多先知 显明他要派自己的独生子 代替阿当的后代死 除掉我们的罪过 上帝付出最昂贵的代价 来拯救人类 谁愿意相信上帝的独生子 是为他的罪而死 愿意接受上帝的拯救 就能够和上帝恢复亲密的关系 先知也称上帝的儿子是尼塞亚 意思就是被上帝高末的救主 上帝派尼塞亚来救人 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 在尼塞亚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一千多年里面 很多先知说到他将要做的事 和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先知大卫王说 上帝将要宣告尼塞亚是他的儿子 其他的先知也都用上帝的儿子 这个词说明尼塞亚 和上帝的亲密关系 他们也说到尼塞亚 要做人的救主同皇 先知以塞亚预言说 必有同精女怀孕生子 要帮她改名叫以马来利 就是上帝和我们同在的意思 先知也都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写明尼塞亚 将要出生在以色列的百里行城 他将要骑着路作为王 进入耶路撒冷 他亲密的朋友 要为三十块银币而出卖他 他将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来拯救人类 但是上帝要使他从死里复活 并且使他升天 回到上帝的游边 将来他要嫁住云回来 上帝要给他拳兵 审判全世界 并要永远作王 二千年前 有一个叫耶稣的人来到这个世界 他的一生都应验了 众先知 在圣经里面对尼塞亚的语言 这部影片根据圣经的记载 告诉我们耶稣是谁 还有他说过的一些说话 和他做过的一些事 在这部影片中 有一个演员扮演耶稣 其实没有一个人配演耶稣 但是为了让人了解耶稣的生平 为了让人能够接受上帝应许的 拯救和祝福 所以我们最终也拍了这部影片 提阿菲罗大人 我把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整理好 然后写成书给你看 希望你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 好 当凯撒雅古士督做了罗马皇帝 契律王统治犹太省的时候 上帝差遣天使加伯烈 去到拿撒勒的一个小镇 探访了一个少女 这个少女的名字叫做玛利亚 玛利亚, 不用怕 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将要怀孕身子 可以帮她改个名字叫做耶稣 我还没嫁人, 怎么可以这样呢 圣灵要降临到你的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会任备你 所以要出生的婴儿是神圣的 她必要被称为神的 那是乙子 于是玛利亚就去了犹大 探望她的亲戚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也很奇妙地有了孩子 伊丽莎白 玛利亚 你好 女人之中你真是最有福的 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最有福的 我一听到你跟我打招呼 我肚子里的孩子就开心得在那儿跳 我的心尊主为大 我的灵是以神我的救主为了 从今以后 世世代代都会说我是有福的人 羅马皇帝颁布了一条命令 要全国的人扮理人口登记 包括了加利利和犹太 两个附属于罗马的省份 所有的人都要立即回去他们出生的地方登记 不得而悟 于是玛利亚和她的未婚夫药室 就去到百里行登记 但是因为雷店早已走门 他们只能够找一个马房站住 在一个晚上 有一群牧羊人在附近的郊外放羊 有天使向他们显然 上帝的荣光照着他们 今天在大卫城里 有一位救主为你们降心 他就是主基督 牧羊人立即赶入城 看到刚出生的嬰儿躺在马槽上 于是他们就把救主降生的好消息传开去 七天之后 就在嬰儿走割礼的日子 约瑟和玛利亚和她的名字叫耶稣 他们还带耶稣去耶路撒冷 把他奉献给上帝 在圣殿里有一位健成的人 他得到圣灵的启示 知道自己在离世之前 将会见到基督 他就是世面 主啊 现在可以让你的仆人 平平安安地去吧 因为我看到主的救人 他是主所选算的 神祝福你们 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 办完一切所规定的事之后 就离开了耶路撒冷 回到拿撒冷 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约瑟和玛利亚 带她到耶路撒冷 过瑜月折 在回程的时候 他们以为耶稣在同行的人群当中 但是后来发现不见了她 于是他们就回到她 在第三天 终于在圣殿里找到她 耶稣坐在犹太的教师中间 这位是谁的儿子 他跟我们在一起 他没有跟着我们走 请你们原谅他 他们都惊讶耶稣的问题 儿子, 你为什么这样 你爸爸跟我找得你很辛苦 你们为什么要找我呢 你们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母的家吗 耶稣就和他的父母回到拿撒冷 他的智慧和身体都一起增长 深得上帝和人的喜爱 是谁的 罗马皇帝提比喽在位第十五年 本调比拉多做犹太巡抚 希律做加利利王 阿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 上帝传给在野外的约翰 他走遍约旦河一带全道 劝人悔改 接受洗礼 洗罪得赦 离开你们的罪 接受洗礼 上帝就会赦免你们 正如先知 以彩亚 在圣经上对你们说 要准备好主的道路 要为主修席他的路 底蛙深谷都要填满 大小山江都要被伤平 挽曲的道路要修席 毁区的要移平 毁区的要移平 因为全人类都要看不见神的救恩 我们怎么做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做 你们簡直就是毒蛇的种类 你想我们怎么做 你想我们怎么做 你们凡是有两件衣服的 就要分一件给那些没得着的人 凡是有东西吃的 要跟人分 老师 我是做收税的 我应该怎么做 偏旗不要收多过规定的税 那我们怎么办 应该怎么做 不要像强灵弱 勒索金钱 不要做假见证 陷害人 要满足于已经有的良向 你是不是基督啊 我只是用水和你们施誓 但是有一位能力 比我更大的将要泥毒 我就算和他解鞋大也没有 他将要用聖灵和火 为你们施誓 他要清理他的和尚 将墨子收在仓库里面 然后将这一箱用火烧光 成灵降临在耶稣身上 形状像一只白鴿 天上有声音说 你是我爱子,我喜悦你 耶稣开始传道 当时祂大约三十岁 祂被圣灵充满 从约旦河回来之后 圣灵就把祂带去沙漠 在那里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完全没有吃过东西 魔鬼就对祂说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就把石头扁成饼 圣经王 人活着不是单靠成物 而是靠神的一切说明 魔鬼又带祂上了一座高山 把天下万国指给祂看 是 你们一切全身和财富 都已经属于我的 我可以随意送给我所喜欢的人 只要你向我下拜 我就送给你 圣经王 应该拜祂你的上帝 侍奉他就够了 魔鬼又带祂到耶路撒冷 叫祂站在圣殿的殿里 圣经王 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 就在你那里跳下去吧 圣经王 主会吩咐超市保护你 他们会用手躺着你 让你不会跌到你那里 跌伤你脖子 圣经王 别试探主 你的上帝 耶稣来到他长大的地方 纳萨纳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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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請他去 宣讀先知二塞亞的書 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祂揀損我 命令我向窮人傳福音 在我宣佈被老的德釋放 盲眼的可以看見 受欺壓的德自由 宣佈上帝越納人的恩典 已經來臨 說得好 你們所聽的這段經文 今天已經應驗了 什麼 經文應驗了 只有尼塞亞 才能實現這個樂儀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你們會引用這樣的俗語 說 醫生 你醫你自己 又說 你在加伯龍行的神聖 應該要在這裡走給我們看 我告訴你們 先知在自己的鄉下是不會受歡迎的 耶穌所讀的經文 表示祂是尼塞亞 上帝的受告者 被差遣去拯救上帝的子民 但是猶太人不能夠 接受祂就是尼塞亞 他們想推祂去懸崖 但是祂就很安然地走著 離開了他們 他回到加利利的一個城市 加伯龍 羅馬人的勢力 一漸擴張 到處都有他們的勢力 所以猶太人 也很期待尼塞亞 來救他們 脫離暴政 西門, 你好嗎? 老師, 你好 我可以上船嗎?西門 我當然可以 說給我們聽 他不是這麼快要走嗎? 麻煩你, 說給我們聽 說給我們聽 有兩個人去聖殿裡祈禱 一個是宗教領袖 一個是羞恥的人 那個宗教領袖 站著祈禱說 主啊, 我感謝你 因為我不像別人 這麼貪心 這麼不誠實, 又淫亂 感謝你 因為我不像那個羞恥的人 我每星期禁食兩次 又奉獻全部收入的 十分之一 那個瑞利快要遠地站在一邊 他連惡膏的頭 看著天也不敢 只是扔自己的胸口說 主啊, 可憐我這個罪人 我告訴你們 在上帝眼中被稱為異人的 是那個羞恥的人 並不是那個宗教領袖 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悲 凡自我降悲的必升為高 把船撐去水深的地方 你跟他們落網打雨吧 老師, 我們辛苦了一整晚 甚麼都打不了 既然你這麼說 我們就落網吧 大哥 約翰 大哥, 趕開 先把船抄過來 快點, 放手 你看看有多多魚 夠了 走吧 走 不要怕 以後你會得人 好像得魚一樣 你們靠近我 專心聽我說 就必活著 當趁上帝還能尋找的時候 尋找他 相近的時候, 求告他 人要當離開自己的道路 不宜的人 要除去自己的意念 歸向上帝 上帝就必連勻他, 懈免他 你們要開開心心地出去 平平安安的發 他來了, 看看 是嗎 耶穌 耶穌 求你救救我的獨生女 耶穌 求你好心 他只有十二歲 他快要死了 你救救他, 麻煩你 不好意思, 你的女兒已經… 耶穌 既然如此, 就麻煩耶穌 不用怕 你們只要相信, 他就會痊癒 好嗎 他還沒死 他只不過是分了一宗教 小女兒, 起來 讓他吃點東西 你們記住 不要說這件事給人家 過了沒多久 他見到一個羞碎的人 他叫做李薇 又叫做馬太 正在碎關那裡羞碎 他叫做馬太郎 你跟我來 你怎來 是嗎 是嗎 耶穌就上山 整晚向上帝祈禱 到了天亮 就叫門徒來選擇十二個仕徒 西門又叫做彼得 他的兄弟安德烈 雅各 約翰 肥力 巴多羅馬 馬泰 阿勒肥的兒子雅各 激進黨員西門 雅各的兒子又大 徒拜後來成為半徒的家略人 又大 敵人 一會兒 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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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 貧窮的人有福 因為神的國是你們的 饑餓的人有福 因為你們將要飽足 貧窮的人有福 因為你們將要歡笑 有人為了人子而憎你們 侮辱你們 把你們當成壞人 你們有福了 在那些日子你們要歡喜 因為你們在天上必得到重賞 以前他們的祖先 也是這樣對待先知的 十六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我只有這麼多 什麼 你們只有這麼多 你們付足的人有禍了 我 因為你們已經享救福了 不想發財 他是不是傻的 你們現在有禍了 你們的歡笑將會變為愛哭 你們的祖先知 當人家只說你們好的時候 你們就有禍了 因為他們的祖先都是這樣對待賈先知的 但是聽我說到的人 要愛你們的敵人 你們要善待恨你們的人 為就助你們的人祝福 為侮辱你們的人 為侮辱 為侮辱你們的人祈禱 如果有人打你這邊面 就連那邊面也給他打了 如果有人拿你的外套 就連裏面那件也給他 扮你求你的就給他 有人搶了你的東西 別想著拿回來 你想人怎麼對你 你就要怎麼對人 你只是愛過那些愛你的人 有什麼好處呢 罪人也會這麼做 你只是對那些對你好的人好 又有什麼好處呢 罪人也會這麼做 你怎麼碰他 怎麼可以跟他說話的 我真的討厭 你們 要愛你的敵人 好好對他的人 借錢給人 不要望他還 這樣你們必得到重相 而且還可以做至高者的兒女 因為他以仁慈對待邪惡的人 所以你們要仁慈 就像你們的天父一樣 救我們 不要批評人 免得被人批評 不要定人的罪 免得自己被定罪 要原諒人 上帝就會原諒你們 主啊 告訴我們 應該怎麼做 你給別人 上帝就會給你 因為你們給人多少 也會得到多少 盲眼的人又怎麼帶盲人走路呢 如果這樣 兩個就一起掉進洞裡了 你怎麼只是看到人家眼中的刺 而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木頭呢 教我們吧 我們需要你 你媽媽有你這個兒子 真是幸福啊 那些聽上帝的說話 而有遵守的人 豈不是還有科嗎 我很想認識這個人 你以為他真的是 尼彩雅 這位法利菜人請耶穌跟他一起吃飯 於是耶穌就去了他家裡 小朋友 你們可以走了 你聽不聽到我說甚麼 走吧 他們是白染 但是也很乖 他來了幹甚麼 我不知道 他怎麼會兒呢 他怎麼會兒呢 如果他真是先知 他應該知道這個女人 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你應該知道 她的生活是幾不檢點的 西門 我知道她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我有話跟你說 有兩個人欠一個財主的債 一個欠五百個銀幣 一個欠五十個 因為兩個都無力償還 所以債主就不用他們還了 你猜誰會愛她多一點呢 我想當然是欠她多一點錢的人 沒錯 你看看這個女人 我來到你家 你沒有給我洗腳 但是她就用眼淚洗我的腳 一用頭髮抹乾 你沒有親吻我 但是她就不停地疼我的腳 你沒有用油抹乾我的頭 但是她就用香膏抹乾我的腳 我告訴你 她表達出的愛 證明了她的罪已經被赦免了 因為被赦免少的人 表達的愛也少了 你的罪已經被赦免了 你現在可以平安回去了 媽媽 媽媽 還有一些婦女 曾經被鬼父也醫好 像摩達拉的瑪利亞 希律的管家 苦殺的太太 約阿娜 和蘇撒娜 希律就是羅馬所指派 統治加利利的王 把屍體約翰抓去坐牢 因為約翰批評過她 娶了她的弟父 怎麼樣 當我們去到拿恩城的時候 一群崇敏的人經過 死者是一個寡婦的獨生子 耶穌看見她 就很同情她 她碰著棺材 然後就說 年輕人, 起來吧 那個年輕人坐了起來 耶穌把她交給她媽媽 跟她說 你是否聖經所預言的舊主 還是還要等另一個呢 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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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 師傅 施洗若翰叫我問你 你是否預言中的舊主 還是還有另一個呢 你們把所見所聞 告訴若翰 盲眼的可以看東西 低腳的可以走路 那些相信我的人 一定有福 我看見耶穌 別怪我 上來我的舶頭 你看得到嗎 我看見耶穌了 有個殺種的人去殺種 他殺的時候 有些種子落在路邊被人踐踏 雀鳥又飛來吃光 又有些落在石地上 一出來就枯乾了 因為得不到水分的滋潤 有些種子落在荊棘裡 荊棘跟他一起生長 阻止幼苗成長 有些就落在好的泥土 令到他發芽生長 結出一百倍的收成 老師 你經常用比喻 這個比喻為什麼呢 因為天國的奧秘 已經被你們知道了 其他人就用比喻 因為他們看又看不見 聽又聽不明白 這個比喻是這個意思的 這個比喻是這個意思的 魔鬼馬上把那些道理 從他們心裡搶走 不讓他們因信上帝的道理而得救 落在石地的種子 就像人們很開心地接受了真道 但是因為根紮得不深 他們只是信了一陣 信心一受試煉 就立刻跌倒了 那些落在荊棘裡的種子 是指聽了道的人 因為被今生的憂慮 財富 和享樂前妖 所以就不能夠結出果實 那些落在荊棘裡的 就是那些聽了道的人 用一個善良和純服的心來守住 他們堅持到底 最後結出果實 別人 怎麼掌握燈 用一個套藏著 或放在床底的 應該是放在燈桌上 讓人們都看見光 沒有事永遠不會讓人知道的 任何隱瞞的事 也一定會揭露出去讓人知道 所以你們要聽著 因為有的還要多給他 沒有的就連他自己以為有的 都要全部拿 老師, 你的媽媽和兄弟在外面 他們想見你 我的媽媽和兄弟就是聽了主的道 有春行的人 有一天耶穌和門徒上了一艘船 他跟他們說 我們要去湖的那邊 當一艘船在走的時候 耶穌就睡著了 走 走 走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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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快要死了 這艘船快要尋了 快點救我們 快點救我們 我們很快沒事了 你們的信心去了哪裡 他們過了加利利湖 去了對外的格拉森 好 耶穌 子孤雙弟的兒子 你想找我怎樣 我靠你了 你不要搞我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你一大軍 他沒有把我們的軍人深淵了 他 想把我們進去郭文珠裡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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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兄弟 停 停 那些鬼就離開了那個人 兄弟 進去那堆豬裡 你們好, 走 你們這些人, 走 快點離開這裡 走, 快點離開 我很想跟你一起去 老師, 讓我跟著你 你回去 把這件事告訴人 耶穌和門徒 去了一個叫百塞大的地方 群眾知道了就跟著他去 阿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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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好 到了王訓, 西門彼得就說了 老師, 你叫他們走 讓他們可以去附近的村莊 自己找些東西吃 找個地方休息一下 這裡很偏僻的 你們給他們吃吧 但是我們只有五個餅和兩條魚而已 謝謝主啊 感謝我們的天父啊 宇宙的大軍王 賜給我們豐足的食物 不是 成績了, 說過來信了 成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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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士 成績了 bib也是 他們說我是誰 有些人說你是施洗若汗 又有些人說你是以利亞 還有些人說你是以前的一個先知 現在復活了 你們又怎麼想 說我是誰 你是基督神的兒子 別說這件事給人家 人家一定要受很多苦和被人排斥 而且會被殺 但是三天之後我一定會復活 那又是彩晃 那是阿龍 那天 immer會被人排斥 你不可亂 都被人排斥 但又要的人 來來耶座佛达 你們有沒有人要跟從我 老師 我要跟從你 但是 先讓我回去 跟家人說一聲再見 在上帝的國裡 是不會有人拿著泥爬 但是不斷向後望 如果有人要跟從我 就要捨棄自己 背起十字架來跟從我 愛惜生命的 反而會失去生命 為我失去生命的 反而會得到生命 就算人可以賺到全世界 但是失去自己 又有什麼用 凡是將我和我的道理 看為可恥 將來我在天父和天使面前回來的時候 也會以祂為恥 你們聽著 你們其中一些人 在死之前 會看到上帝的國 所以 Pokemon 也許 到達人 正在死之內 的、天罪的空及身體 一直混自大使 Bona Bra disagreed unquote大家。 后来耶稣带着约翰 雅各和彼得上山祈祷 耶稣祈祷时 他的样子突然改变了 而他的衣服也变得很白 忽然之间 有两个人出现和他聊天 就是摩西和伊利亚 他们在荣耀中出现 你将完成上帝的使命 你会在耶路撒冷守城 他们离开的时候 彼得就说了 老师 可以在这里真好 我们做了三个帐王 一个给你 彼得还没说完 突然之间 有云遮着他们 门徒很害怕 然后有声音传出来说 他是我的儿子 是我选的 你们要听他说 老师 老师 求你看看我的儿子 救救他 救救他 我只有这个儿子 我求过你的门徒 赶鬼了 但你赶不走 老师哥 这个到底是什么世界 这么没信心 我还忍你们忍到什么时候 带你的儿子来 我希望他的儿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她的臉好翻了 好神奇 老師 求求你教我們怎麼祈禱 你們要這麼祈禱 我們在天上的土地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光臨 願你的子兒行在地上 好像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一日賜給我們 捨免我們的罪 因為我們也捨免 犯得罪我們的人 不要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挑來那惡者 祈禱就會給你 找就會找到 敲門就會幫你開門 因為凡是祈求的就會得到 找的就會找到 敲門的門就會為祈禱 打開 你們做爸爸的 當你們的兒子想要魚 你會不會給他毒蛇 他要蛋 你會不會給蠍子 你們雖然不好 也知道要給好東西的兒女了 怎麼會不會給他 聖靈賜給那些求祂的人呢 我告訴你們 你們不用為了 生活所需的食物 凡衣著而擔心的 因為生命比食物重要 身體也比了衣著貴族 你看看那些烏鴨 他們又不殺種 又不收割 也沒有儲存糧食 天父也照顧他們 你們不是比鳥仔貴用得多嗎 你們有誰可以因為憂慮 而令自己長命點呢 這麼少的事你們都做不到 為什麼還擔心其他事呢 你看看那些白盒花 他們怎麼成長 他們不用做事 但是在所羅門最威的時候 所著所大的也比不上一朵花 郊外的草 今天還在這裡 明天就要燒光了 天父也為他們裝飾 更何況是你們呢 你們這些信心少的人 幫助我們增加信心 如果你有信心 像一顆芥菜的種子那樣 就算你跟一棵桑樹說 整棵樹拔出來集在海裡 它也會這樣做的 讓人犯罪的事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叫人犯罪的人就有禍了 寧願被人綁一塊石 在頸子沉下海 好過令另一個卑微的人犯罪 上帝的國似甚麼呢 就像有人把芥菜的種子 種在花園裡 長大成為一棵樹 那些小鳥就來起仇居住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為甚麼你們會跟羞碎的人 和罪人一起吃飯 沒有病的人不用看醫生 有病的人才是要看的 我們不是要叫異人悔改 而是叫罪人悔改 再說些天國的事來聽聽 還有沒有其他 你們這群羊仔不用怕 天父很樂意 將他的國給你們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東西 去幫助人 把財富積存在天上 在那裡 你們的錢不會花光 你們的錢也不會拿 因為那裡沒有賊會偷又沒有重鑄 你們的財寶在哪裡 你們的心 也會在哪裏 你們的心 也會在哪裏 太太 你已經好起來了 好起來了 好起來了 真是神跡 我來看看 他好起來了 好起來了 快點了 太太 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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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們已經有六天來 工作了 你要治療 病就是這六天來 不要在安息日來 你們這群魏軍士 難道你們在安息日 卻不解開牛和爐帶他們去喝水嗎 這是阿伯拉罕的後裔 他被撒旦捆綁了十八年 那不應該在安息日釋放他嗎 良善的老師 我應該怎麼做 才能得到永生 你怎麼這麼叫我 除了天父之外 沒有人是良善的 你應該認識十戒 不可奸任 不可殺人 不可作假見證 當孝敬父母 這些介名 我自小就開始遵守了 你現在還缺少了一件事 就是賣光所有東西 去幫助窮人 你就會在天上有財富 到時候你才來跟從我 可是我們是商人 不要有錢 有錢人要進入上帝的國 真的難 要落堂 穿個針眼 更容易過那些有錢人 進入上帝的國 那誰才得救 人做不到的事 上帝也能做到 可是上帝的國 會何時降臨 上帝的國來到 我們是看不到的 所以沒有人可以說 你看 在這裡 在那裡 沒有 因為上帝的國在你們心裡 很快你們就會很想見到人子 可是你們看不到 人子降臨的時候 就像閃電一樣 從天的一邊 一直照到天的靈一邊 但是他才要受很多苦 又被這個世界拒絕 要天地消失 更容易過山材法律裡最微小的一條 很多先知和軍王 都想看你們所看到的東西 但是看不到 又想聽你們所聽到的東西 也聽不到 我們應該怎麼做 聖經怎麼說 你怎麼理解 要愛你的上帝 要盡心 要盡性 盡你的力 盡一切意志 愛你的輪舍 如同愛自己 答得好 誰是我的輪舍 一定不是士兵 那海撒呢 從前有一個人 從耶路撒冷去耶利哥 途中他遇到一個賊 搶了他的衣服 又把他打到半死 就把他扔掉走了 剛剛有一個祭司 經過那裡 看到那個人 又走運路走 然後有一個利美人經過 看到那個人這樣 就離遠地走了 但是有一個被猶太人 鄙視的薩瑪利亞人 經過見到他 就起了憐憫的心 他用油和酒 替他抹傷口 又替他包紮 然後扶他騎上自己的爐 去旅館 照顧他整晚 翌日 他就拿了兩個銀幣給老闆 請他照顧他 還說 如果不夠的話 我明天回來給你 這三個人當中 誰是那個人的鄰舍 好心幫他那個人 那你就照樣做 讓小朋友過來我 和我一起吧 因為上帝的國 是屬於像他們那樣的人 沒有他們那種單純的信心 就不能夠進入上帝的國 接待這些小朋友 即是接待我 也即是接待差遣我的那一位 你們當中 最微小的就會是最大的 謝謝 救命 發生什麼事 幹什麼 是拿薩拉人耶穌 經過這裡 耶穌 耶穌 大衛的後裔 可憐下我了 阿姨 你想我怎麼幫你 我想看東西 你看 你的信心醫好你了 看見了 看見了 阿姨 在這兒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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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他教導破 這些上帝国道的事 這個人 真是一個先知 老師, 我的主, 救我 主, 救我們, 讚你主 救我們真道 在耶利哥城 有一個收帥的人叫薩蓋 他很想見到耶穌 於是就爬上樹上 他是收帥的人 薩蓋, 快下來吧 我今天要去你家 我家? 誰想去家? 究竟薩蓋怎麼吃? 各位 我把我財產的一半分給窮人 又如果我騙過誰 我就一定會四倍還給他 你出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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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出事了, 你出來吧 我真的說沒有人相信 對 你出事了 收帥的人已經還給他錢了 你出事了 今天要求救恩來這裡, 因為這個人 是阿伯拉罕的侯蕊 人子來是要拯救 和尋找迷失的人 聽著 我們要去耶路撒冷 因為先知所寫的一切事 都會在人子身上應驗 外邦人會棄弄他 還有侮辱他 還會用口水套他 又會鞭打他 甚至會殺死他 但是第三天 他會從死裡復活 耶穌雖然知道 祂喜歡為世人的罪被殺 但是祂仍然要去耶路撒冷 耶穌要去耶路撒冷 很多人都很開心 甚至宣告祂是王 可怒 賜男 王 偶然 偶然 來, 爺, 爺 老師, 叫你的緩徒安靜點 如果他們不說話 就連石頭都會大聲喊 願平安和榮耀 歸於至高山大 耶穌將近到耶路撒冷的時候 見到一座城就很傷心 但願, 今天你會知道 有關你的安危的事 可惜你看不見了 日子快到了 到時你的仇敵 會捉起土壘死面圍著你 到時他們就會消滅你了 你和你的兒女 這個城每塊石都倒了 因為你不認識上帝 眷顧你的時候了 耶路撒冷的聖殿 已經不再是敬拜上帝的地方 而變成一個買賣的地方 阿師父! 阿師父! 阿師父 阿師父! 阿師父! 阿師父, 阿師父! 六七七九三 七五十五四十九十九十十八十十十七十九十十九十十的一十二十一二十六十七十六十七十六十十光十六十七十七十十六十六十八十五十七十六十十五十十 神經說, 我的聖殿 並會是祈禱的殿 但你們竟然將他變成一個賊斗 你去那些動物, 阻礙他… 祈禱, 要不為, 要不為 由於有人宣告耶穌是皇 許多政府官員和宗教領袖 對耶穌越來越反感 我知道現在有許多人 都想擁護他為皇帝 皇帝? 刻意、小偷、妓女的皇 好像以前的人說完要說的就走 沒有人會記得的 你看看, 跟著他的人已經越來越多 他們還很仰慕他 以為他是皇帝 我現在來警告你們 如果他還繼續搞亂治安的話 你們就要負責 既然如此 那麼我們就對付那個加利利人 耶穌不斷批評民事和法里賽人的虛偽 所以跟隨他的猶太人就越來越多 但是被他批評的人 就對他越來越反感 耶穌在聖殿上 見到一個窮寡婦奉獻了兩個小前弊 多給一點 你們聽著 這個窮寡婦所奉獻的多過了所有人 因為人家只是把多餘的錢捐出來 他雖然是很窮 但是也把所有的錢捐出來 告訴我們 有什麼權在這裡說這些話 誰授權給你的 讓我先問問你 是由上帝給他 還是人給他 我應該怎麼說 如果說是上帝給的 他們就會說 那為什麼不相信他 如果說是人給的 那些人就會用石頭打我們 因為他們相信 讓人先知 我們不知是誰給的 我們不知是誰給的 那我也不會告訴你 我憑什麼權柄做這些事 有一個人將他的葡萄園租了給人 然後就去了旅行 到了修成的季節 那些葡萄園 那些葡萄園就叫傭人 去那些租戶裡收回應得的那一份 但是那些租戶就打了那些傭人一身 叫他兇手而回 於是那些園主就派另一個傭人去 那些租戶又打了那些傭人一身 還侮辱他 又叫他兇手回去 於是那些園主第三次派那些傭人去 那些租戶又打傷他 還推他出圓外 那些園主就說了 我應該怎麼做呢 不如派我最愛的兒子去 他們應該會尊重他的 但是那些租戶一看到他來就說了 這個是園主的兒子 如果殺了他 他的產業就是我們了 說多一點 於是就把他推到葡萄園外面 然後殺了他 那園主會怎麼對付這幫租戶呢 他一定會來殺了他們 然後把葡萄園租給其他人 以下聖經的這句話又怎麼解釋呢 將人所棄的石頭 已作了防國的頭塊石頭 意思就是說 凡跌在石頭上的人 一定粉身碎骨 那塊石頭跌在誰人身上 誰人有支離破碎 盧師 我知道你教的是合情合理 也明白你不會重視一個人的外表 只是教人上帝的道理 請問 向羅馬皇帝納粹 是不是違背了我們祖先的法律呢 主啊 小心他們想弄你 拿個銀給我看看 上面黑了誰人的樣子和名字 海撒 是海撒的 就還給海撒 是上帝的 就還給上帝 你會怎麼回答他呢 現在除敲節快到了 除敲節也就是如月節 耶穌派彼得和約翰 去預備如月節的晚餐 來吧 耶穌派彼得和約翰 我一直都希望在秀蘭之前 和你們吃如如節的晚餐 我告訴你們 在上帝的國降臨之前 我不會再吃這個晚餐 感謝上帝我們的天父 宇宙的大君王 使得葡萄樹結出果子 你們把這杯葡萄酒分來喝 我告訴你們 在上帝的國離臨之前 我不會再喝這些酒了 感謝上帝我們的天父 宇宙的大君王 你賜食物給地上的人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的 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 這杯是我用的血所立的新藥 為你們所留的 你們看看 出賣我的人和我坐在同一張桌子 當然人子會按照上帝的安排受死 但是出賣人子的人就有禍了 不是我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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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問是誰 你們之中最大的其實是最小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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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大一點呢 坐在那兒吃東西的那個 還是服侍他的那個呢 當然是坐在那兒的那個大一點 但是在你們的中間 我就像伯仁一樣服侍你們 在磨連中 你們和我金虎與共 我現在要把我扶賜給我的國 賜給你們 你們要在我的國裡 與我同值 而且還要坐在寶座上 統治以色列十二個支牌 就是沒有叛徒了 西門 西門你看看 撒旦很迫切地求上帝 想試探你們 就像龍夫西脈子一樣 來試探你們的信心 但是西門, 我為你祈禱 讓你不要失去信心 你回頭之後 就應該要鼓勵你的弟兄 主, 我準備好跟你一起坐牢 跟你一起死 你行, 我告訴你 在計題之前 你一定會三次不認我的 我告訴你, 你看 這裡有兩把刀 我告訴你們 聖經說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這句關於我的話 一定會應驗在我的身上 你看, 這裡有兩把刀 好了, 夠了 一幫長老開宗教會議 商量如何剷除耶穌 在這個時候 撒旦進入加利略人猶大的心 他本來是耶穌十二個門徒之一 他和長老一起想 怎麼害耶穌 耶穌離開了耶路撒冷 去橄欖山上祈禱 你們要祈禱 免得給魔鬼人游 猶大只是為了三十個銀幣 就出賣了主 耶穌知道自己 為人的罪而死的時候到了 所以就祈禱 祈禱 如果要祈禱的話 可不可以拿開這個背呢 但是, 不要照我的意思 而是要照你的意思 祈禱 有天是由天上 向祂顯現 加上祂的力量 耶穌很悲痛 祈禱更加狠切 祈禱就像血一樣 滴在石頭上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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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我們拔刀好不好 來 抓住他 夠了 真是神跡 是誰的 你們帶刀和棍來抓我 當是賊嗎 我天天和你們在聖殿裡 你們也不抓我 現在到了黑暗掌權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下手了 抓住他 看著他 士兵帶耶穌到後院 嘲笑他 說他是猶太人的王 這就是王奴了 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 皇上 你是不是真的會救我 你是不是真的會救我們 這個人跟耶穌在一起的 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我看過他們在一起 天卑的仆人 是 這樣看著我們 你覺得怎麼樣 你跟他們在一起 哪兒是 你不認識他 你不認識他 這個人跟他是同一黨的 因為他是個嘉利利人 走開 什麼 我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不認識他 耶穌轉身 看著彼得 然後彼得想起 先前耶穌跟他說的 在雞蹄之前 你會三次不認我 說你不認識我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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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靠你搖廁我 我對不起你 按照你的偉大和能力 捨臉我 主, 你曾經懈免我們的祖師 背叛你話語的罪 主, 雖然你很生氣他們 但沒有滅絕他們 主, 因為你愛他們 亦都基於你的誠實和你的藥 你的確射免了他們 誰打你 你猜猜 跟著誰打你 靈手 你們靈手 就送他去公會那裡 走 那些宗教領袖和長老開會 要審問耶穌 告訴我們 你是否離在牙 就算我說什麼 你們都不會相信 就算我問你們 你們都不會回答我 不過以後 我就會坐在全能上帝的右邊 你是不是 上帝的兒子 沒錯, 你覺得很對 他怎麼可以這樣 他怎麼可以這樣 經過比拳去說這種話 他怎麼可以這樣 說這種話 沒錯, 怎麼可以這樣 有罪 我們已經聽到他親口說了 帶他去見比拉多 帶他出去, 沒錯 帶他出去 是呀…帶他出去 沒錯, 帶他去見比拉多 走 他們帶耶穌到比拉多的面前 他是羅馬裡面最深狠手賴的巡褲 他曾經下令釘死過無數這麼多的人 你們這麼多人在這裡 一早來做什麼 這個人在這裡煽動群眾 他在聖殿裡面引起很多混亂 你會怎麼判他 判他有罪 我找不到這個人 究竟有什麼罪狀 他真的有罪 他到處叫人不要向羅馬王納粹 又說自己是尼賽亞 是皇帝 皇帝 你就是尤太太的皇帝 你說得沒錯 他從加利尼到這裡都是這樣的 從加利尼來 他是加利尼人嗎 既然如此 就應該把他交給希律王審訊 希律王還在耶路撒冷 帶他去那裡 好嗎 你說你自己是誰 你這些門徒是什麼人 他們說你懂得行神跡歧視 走來看看吧 大人 他詆毀我們所有的人 還說自己去皇帝 你這個人是皇帝 皇上陛下 好好地打他 送他回比拉多 這個地方是他管的 他家人 軍第一名 我帶他回去 咱們 推倒他 Cette人 姿疆 我們 那就 還先 提到 在公園 這人 這個人 他所犯的罪是不至於死的 現在我又叫人鞭打他 然後就釋放他 每逢這個節旗的時候 你朝禮都會釋放一個人 不如放巴拉伯 是 巴拉伯 然後殺了這個人 釋放巴拉伯 丁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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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 丁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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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等甚麼 他是耶稣 你怎麼在這兒呢? 他怎麼回事呢? 他還在做甚麼? 把他拿出來, 把他拿出來 把他拘捕 拘捕他 於是, 美拉多宣判耶穌死刑 照他們的要求 把那個殺人犯巴拉巴放了 又把耶穌交給他們 登十字架 走開, 走開 走開, 走快點 走開 走開, 站住 走開 站在那邊 走開 走開, 站住 走開, 站住 走開 站住 站住 走開, 站住 是你 叫甚麼名字 是古利羅人西門 過來這邊 過邊連繩 來, 站住 走 來, 站住 站住 iers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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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 靖国 靖国 救命呀, 救命呀 站在那邊, 別妨礙 站在那邊 站在那邊 罪呀, 我們為你很難過 喝了你的水, 喝吧, 喝一口水 耶路撒冷的婦女 你們不用為我難過 反而你們要為自己 和你們的兒女難過 他們對一棵青綠的樹都已經這樣了 何況對那些枯樹 聯主幫我, 我為你祈禱 走開 快點, 快點, 快點 走開, 快點 快、快一點 快一點 快點 快點、快點 快點, 快點 快, 跑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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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麥 放他說 吐 封鱼 封鱼 你踏實一點 送我的繩子 天父射免她的敵人 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他救了別人, 讓他救自己吧 如果你真是離賽亞 就快點跳下來吧 求個神跡幫我們看 求個神 耶穌被釘在兩個洞賊的中間 應驗了幾百年前 上帝的先知所說的寓意 這件衣服離賽亞穿過的 別浪費了 別穿了這件衣服 我的 聽我說, 不如大家抽籤吧 好啊 來吧 看誰好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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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好彩 我怎麼處理這件衣服 是 那塊牌寫著 猶太人的王 救救救王 救救王 救救王 好 是 尼財雅 救 自己 和 我們 你不怕上帝 他和我們接受同一懲罰 但是 但是他沒有做錯事 耶穌 當你當王的時候 請你紀念我 我答應你 今天你會和我一起 去到樂園 由中午的時分 一直到下午三點鐘 天分地暗 黑暗龍罩大地 掛在聖殿裡的象脈 從中間裂開兩邊 天父 我的靈魂 現在 就交在你手上 當軍隊的軍官 看到所發生的事情 就歸榮耀給上帝 這個真是一個異人 榮耀歸於上帝 阿利馬太城的藥室 在宗教會議裡 是一位善良正直的義士 他沒有附和眾人的計謀 他要求比拉多 讓他修煉耶穌的遺體 在太陽下山前放在墓園 因為安息日快到了 向尚教會議會議會 集中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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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我带了香料和油 来高主的身体 等我帮你 快点 安息人就快到了 七天的第一天天亮的时候 妇女准备香料来墓地 他们看到坟墓门口的石头移开了 他们进去 发现耶稣的身体不见了 的蚝蚝蚝蚝 突然说不定 总是小鸟只要不认识 就能发现彼らが落伤 你們為甚麼要在死人當中尋找活人呢? 他已經復活了 他在嘉莉莉的時候 不是曾經跟你們說過 人子一定會被交在罪人的手裡 釘在十字架上 然後到了第三天就會復活 聽著, 那塊大石滾開了 我們進去發現不見了主的身體 在哪兒呢? 甚麼?主的身體不見了? 有兩個人向我們顯現 是天使, 好光 阿光, 他們還說 為甚麼你們在死人中尋找活人呢? 是真的 相信我吧, 是真的 是我們親眼看見的 你可以去看看的 主的身體真的不見了 非得, 你相信我吧 我們為甚麼人 我們在死人中尋找活人 所以如果是誰還會 就是我們自己去做活人 就會要做活人 說回來 我們不知道 吃得不愛 耶穌向兩個門徒顯現之後 他們馬上很緊張地 回去見其他人 主真是復活了 他肯比得顯現 在路上的時候 我們不認得他 到他抹餅的時候 才認得他 二萬五師 為什麼他會去那裡 願你們平安 你們為什麼這麼苦惱 為什麼要懷疑呢 你們看 我的手和腳 是我來的 摸摸就知道了 靈魂是無肉無骨的 我是有的 你們記得嗎 以前我和你們在一起的時候 和你們說過這些事的 律法書和先知書 當中關於我的事 都已經應驗了 聖經記載說 祈禱必須受害 第三天從死裡復活 而且人要奉他的命 將悔改和謝罪的好消息 由耶路撒冷一直傳到曼邦 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 慈給你們 你們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 也有能力從天上降臨 在你們的身上 主要祝福你們 保守你們 主已經將天上地下所有的拳柄 都辭了給我 所以你們要去全陽主的道 帶領萬民歸向我 你們要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命 為他們施誓 並教導他們遵守我 吩咐過你們的教訓 我就會時常與你們同在 一直到世界的門 阿們 祂知很早之前 就在聖經中寫明 上帝要派尼赛亚来拯救罪人 使他们和上帝和好 耶稣的生命清楚表明 祂就是上帝所应许的救主 先知尼赛亚在圣经里写 必有童精女怀孕生子 这个应验在耶稣的身上 上帝的能力使童精女玛利亚怀孕 祂就生了耶稣 正如圣经里的记载 童精女怀孕生子的这个奇迹 是上帝所给的一个记号 叫人知道这个婴孩就是尼赛亚 祂是上帝的儿子 人看到耶稣 就看到上帝的形象和能力 耶稣赦免人的罪 医治病人、拯救人 使他们能够进入祂永恒的国度 耶稣献出自己的生命 替全人类承受罪的刑罚 三日之后 祂由死女复活 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耶稣说 我有权定舍弃我的生命 也都有权定将它拿回来 耶稣的生命 正是同众先知 在圣经里面对尼赛亚的描写一样 的确 耶稣是上帝的道 通过耶稣 上帝向这个世界显明祂自己 耶稣说 天地都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起初上帝创造人 好让他们能够幸福地生活在上帝面前 但是人不听从上帝 违背上帝的命令 就犯了罪 罪就将人和上帝分开了 圣经里面写 所有的人都犯了罪 罪的结果就是死 因为上帝是圣结的 所以罪人不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 正如上帝预备了一只公山羊 替亚伯拉罕的儿子死 上帝同样派祂的独生子替亚当的后代死 令那些相信耶稣的人 能够重生回到上帝的面前 使徒彼得说 众先知所说的就是耶稣 他们说 凡相信祂的人 上帝必赦免他们的罪 所以凡跟从耶稣的人 就会逃脱地狱的刑罚 并且能够在天国里面 和上帝永远地在一起 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对祂的门徒说 要奉我的名到世界各地向人宣告 凡应罪悔改归向我的人 上帝必赦免祂的罪 耶稣还说 祂要派圣灵来 跟从祂的人在一起 教导他们真理 给他们能力 使他们能够遵行上帝的道 当一个犯罪的女子 承认她的罪 开始跟从耶稣的时候 耶稣对她说 你的罪被赦免了 因为你相信我 所以你得救了 耶稣说 当一个人真是相信上帝 他的罪已经被上帝赦免了 耶稣叫人跟从他 凡是愿意跟从耶稣的人 可以用下面的祷告 来开始恢复 跟上帝亲密美好的关系 上帝啊 你是公义的 多谢你爱我 我违背了你的命令 犯罪得罪了你 我很难过 多谢你派你的儿子耶稣 来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后来从死里复活 多谢你 让耶稣为我所犯的罪 替我接受了刑罚 我愿意跟从你的道 我愿意接受耶稣 做我的救主 和我生命的主 多谢你 赦免了我的罪 让我能够跟你 永远地在一起 我求你赐给我 你的圣灵 同我是一切 向我显明你的道 求圣灵给我能力 使我能够 全心全意地爱你 使我的生命 蒙你喜悦 愿世界各地的人 都来赞美你 阿们 耶稣提到 跟从祂的人 祂说 我的羊知道 我的声音 我认识他们 他们也都跟从我 跟从耶稣的人 每天都跟耶稣聊天 学习耶稣 在圣经里面的话语 他们学习耶稣的榜样 跟其他跟从耶稣的人 聚集一起 还告诉人 耶稣是谁 耶稣圣天 回到自己的宝座之前 曾经说 上帝已经将天上 地下一切的权柄给了我 你们要确实地知道 我总会和你们一切 直到世界的末了 跟从耶稣的人 应该记住耶稣这个应许 完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